又前段时间我们从温子仁的成名座聊起 这一次我们真正要聊温子仁最擅长 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个系列 或者说电影宇宙 现在不聊宇宙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对吧 那就是招魂宇宙 全名又叫温子仁一直想努力做好 但总感觉他在肩脂上滑水 每一部影片质量层次不齐 制作方向经常变动的招魂宇宙 此前我们还抱着希望是温子仁指导招魂4 但目前连招魂招魂系列温子仁也不做导演转座监制了 不知道这次出来的效果会如何 不过起码还值得期待的是故事是温子仁专写的 而且招魂系列的最精致招牌 就是故事均改编字真实事件 一个恐怖系列能大胆用上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就能吸引不少观众了 毕竟谁不想看看我们生活到底有多离谱呢 招魂宇宙的发展其实和非常多系列一样 那就是先火了再说的原则 2013年招魂1就把这个IP给带火了 如果单纯看招魂系列的话 该系列是由温子仁根据艾伦和卡罗林沃伦夫妇 所遭遇的真实灵异事件改编的系列作品 所以在整个招魂宇宙中 最具现实贴合度和热度主要是热度 就是招魂系列 注意招魂系列和招魂宇宙是两个概念 招魂宇宙包括招魂系列 说到招魂系列 这就不得不介绍艾伦和卡罗林沃伦夫妇何许人也了 他们是美国著名的灵异现象调查者 在国外通常这种调查者并非科学家 也和科学扯不上太大关系 只是他们用当代的科学技术 以及他们对该灵异事件的宗教神话等故事串联起来 然后进行分析和调查 沃伦夫妇声称自己调查过的灵异案件 加起来有一万多起 这片方听了当然是两眼放光 这都是源源不断的猎奇故事 在沃伦夫妇经手的热门灵异事件中 有不少日后都成为了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 那些发生灵异事件的地方 用今天的话来说 在当时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众所周知 沃伦夫妇还有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灵异物件陈列室房间 那里存放着沃伦夫妇收集经手过的灵异事件的物品 大多数都是被鬼魂附身 或者会带来厄运的物件 这个博物馆就在沃伦夫妇家中的地下室 这样的收集爱好也是够深人的 在电影中 由帕特里格维尔森和维拉法梅加饰演沃伦夫妇 影片中也多次可以看到地下陈列室的物品 可以说这个陈列室就是招魂宇宙的麦高芬 里面每一个物件都蕴含着一个故事 当然既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那么这个句子重点关键词并不是真实事件 而是改编 影片为了加大戏剧冲突 还有要在恐怖惊悚悬疑上做足文章 当然是对那些真实事件进行了疯狂的改编 可以这么说 除了招魂系列 还算按照当年真实热门灵异事件作为蓝本外 目前招魂宇宙的其他电影 基本可以说是仔细乌有了 安娜贝尔除了那个羊娃娃物件 有这么一个真实影子外 其他的都是变故事 而且为了加大安娜贝尔羊娃娃的视觉惊悚性 还把现实中可爱的那个羊娃娃改成了吓人的造型 讲真的没事 谁会买这么松神恶诈的木尔娃娃 不过安妮贝尔系列 其实也出现过现实中的羊娃娃 原型交代了下 目前招魂宇宙从2013年开始 经过了将近八年 包括马上要来的招魂3 一共八部作品 当然这部和很多电影一样 原本是在去年上映的结果拖到了今年 所以招魂宇宙八年八部作品的进度 在众多什么宇宙系列中 制作速度算是快的了 影片故事背景时间跨度也很大 彼此的关联时而紧密时而松散 不好把握 根据招魂宇宙作品时间线 正常观影顺序应该是2018年修女 2017年安娜贝尔诞生 2014年安娜贝尔 2013年招魂 2019年6月安娜贝尔回家 2019年4月哭泣女人的诅咒 2016年招魂2 然后再到即将上映的2021年的招魂3 总之招魂宇宙现在就没有一部 完整按照现实时间上映的 故事时间背景要死你 所以接下来我做件好事 按照招魂宇宙的故事时间线 给大家梳理招魂宇宙的七部作品 重点细说招魂1和2 让你更看懂招魂3 害怕恐怖片的小伙伴不用担心 为了审核也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 解说不会给大家带来一惊一乍的惊吓效果 而会用一种有趣和调侃的方式去进行 请大家放心下饭使用 修女的电影完全是因为招魂2的精彩客串表现 让人看了北极发凉 才让片方想赶快制作一个衍生电影赚多些W 于是2016年招魂2上映后 2017年修女就开始进行拍摄 次年2018年就上映了 影片讲述的是修女的起源故事 时间背景放在了1952年 罗马尼亚的修道院出现了修女自杀事件 于是梵蒂冈派了一名神父 还有一名从小开天眼的修女前去调查 正当神父和小修女去到那时 找到了当时首先发现自杀修女的蔡农 于是蔡农带路去到了那修道院 结果却发现修女尸体被移动了位置 之前蔡农把尸体平放的 但现在却是坐着的 不过他们显然对你别过来啊的警告无所畏惧 神父拿到尸体手中关键的圣物后 就把尸体给埋了 接着进入修道院展开调查修女自杀的原因 但当他们去到修道院大堂的时候 说真的这种修道院和恐怖屋的布置这么像 他们还不觉得为何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甚至还出现一位全身黑蒙面的老修女 给他们安排住宿和伙食 难道他们不觉得这老修女根本就不是人吗 之后当然就是怪事一连串的发生 算是吓人小片段合计吧 先是蔡农被埋掉诈尸的修女欺负 然后是神父被突然开启的收音机吵醒 还被一个莫名的身影勾引到了墓地 然后被各种恶灵吓到自己掉进了空棺材活埋 但还好那边一种风俗是棺材设置了拉线摇铃铛 小修女赶过来救了神父 灵异事件都到这份上了 第二天他们接着查 才发现原来这修道院以前是邪教建立的 目的就是打开地狱之门 但后来教会的人用耶稣之血把地狱之门封印 改造成了修道院 然后常年派修女驻扎在此 面诵经文加固封印 可是在人类世界大战的背景下 一颗导弹落到了修道院 导致了地狱之门被炸开 才让恶灵逃出来附身在修女身上 变成了鬼修女 知道真相后 他们接连遭遇了各种恶灵闹的惊吓场景 他们艰难的找到了 能再次封印地狱之门的耶稣之血 经过一番激烈的大决战 总算把恶灵再次封印回了地狱 不过反转的是 鬼修女其实并没有完全封印 而且潜伏进了菜农的身上 之后继续祸害人间 修女这部作品 是一部预告品比正片还要好看太多的电影 吓人程度也一样 当时修女有一支预告 因为太过于吓人 结果被停掉就可想而知了 在剧情上 逻辑bug已经多到我不想过多吐槽了 修道院是邪教基地改建这么重大的秘密 居然梵蒂冈不知情也不透露 还请两个小白去查啊查 梵蒂冈事先警告一下不行吗 周明知道修道院很危险 三个人还要分开行动 分明就是为了制造更多吓人场景设计的 说绝一点 他们三人要是为了杜绝后患 就应该像开头修女那样 牺牲在修道院或者别出来吧 但这样招魂宇宙就打不开了对吧 我在看修女的时候确实也有被吓到 但这样廉价的惊吓 其实每部恐怖片都能给到这样的效果 并不高级 修女这部电影其实演证了这一点 招魂二修女角色的不明觉厉 还是保持神秘感比较好 直接硬杠还是少了点恐怖气氛 不过要给饰演修女的邦尼阿伦斯点个赞 她的身形和样貌 真的是饰演鬼修女的不二人选 光站在那不说话就挺让人发毛的 安娜贝尔诞生是安娜贝尔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也是口碑和票房最好的一部 讲述了安娜贝尔的源头故事 时间背景放在1955年 故事开始一位好心老伯把自己的一栋大别野 改成了小型孤儿院 某日一群女娃孤儿 在修女的陪同下就入住了这栋大别野 开始体验不一般的美妙生活 很快大家都分到了房间 其中主角之一的珍妮斯很好记 她小儿麻痹行动不便 只能依靠轮椅 别野的怪事最先依附的就是她 他们入住当天睡觉 珍妮斯玩起了小失眠 这时门边上就有一位更调皮的小孩 塞进了一张纸条 恐怖片好奇角色本性开启 珍妮斯拿起纸条看 上面写着的不是play me而是fly me 于是珍妮斯加入游戏 追寻纸条线索 去到了之前好心老伯叮嘱不要去碰的上锁房间 不过这时房间自动解锁 珍妮斯脸上充满惊恐 身体却很诚实 她打开了房间门 房间是一个闲置的儿童房 里面的布置感觉是一直有人住在那 但却没有人 和很多恐怖片一样 房间内有一个大别野的模型 好奇的珍妮斯走上前去把玩 发现模型的该房间还有一个暗门 而暗门的钥匙就在模型里 之后作私的举动就开始了 珍妮斯拿到钥匙 按照路线走到暗门前打开了暗门 你当这是寻宝吗 结果珍妮斯看到里面坐着一个 可爱的木偶娃娃 正对着珍妮斯欣慰地笑着 珍妮斯觉得看得省得慌 于是就把门给关上了 但结果怎么也关不上 门总是自己打开 珍妮斯立刻拿起一块白布 给娃娃盖上去赶忙想逃 结果可爱的娃娃以为要玩捉迷藏 然后站了起来 朝珍妮斯走了过去 但要露出身影时却啥也没有 这段处理其实挺有瘟子人的味道 也就是恐惧在未知来临前已经设置好了 珍妮斯也是够胆量 见到这种情况都没知一声 赶紧跑回自己房间 之后就是其他小孩接连收获了娃娃的惊喜 同样是主角之意的琳达 在玩捉迷藏进储藏室 恐怖片好喜欢玩捉迷藏 然后琳达被娃娃给吓出响 到了晚上 大孩子在讲鬼故事 反而被真的鬼影给吓得 第二天珍妮斯偶尔听到了修女和瘫痪在床的女主人的谈话 才了解这对夫妇曾经有一个女儿 但意外去世 因此才把这改成雇尾院 这样可以热闹些 也缓解了他们的私女之情 接下来珍妮斯继续被娃娃缠上 她依然够大胆 听到上所房间播放机被打开 还跑过去给关上 你就不想想为什么音乐会播放吗 只有死去的房主女儿出现 直接把珍妮斯吓得飞气 受伤去了趟医院 经过一番折腾 还被屋主女儿扶了身 整个人性情大变 而琳达也被鬼娃骚扰 她瞒不住只能告诉大伯 说他们有去过上所的房间 大伯听了大惊失色 但为时已晚回到房间 直接被恶灵秒杀 之后就是大战boss时间 琳达认为这一切的货根 就是这可爱的娃娃 于是把娃娃扔到了一口哭尽里 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琳达回到了大悲夜 发现娃娃比她先回家 这时也真相大白 房屋女主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们夫妻老来得女 但在一次意外中 女儿出车祸丧生 无法接受事实的夫妻 求助一些不明不白的力量 试图把死去女儿的灵魂呼唤回来 结果这招果然凑笑 他们甚至还能看到自己女儿 但很快他们发现 这东西并非自己女儿 而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阿妈阿狗恶灵 请鬼容易送鬼男 他们最后只能请神父过来 封印鬼娃娃 结果被珍妮丝给解封了 知道真相后 他们想逃离这里并非易事 鬼娃娃出关后修身养息 决战时刻放大招 差点把房子都拆了 修女通过职业便利弄了点群魔术 暂时镇住了鬼娃娃恶灵 然后大家都惊险地逃出了房子 可诡异的是 警察赶到后附身的珍妮丝却神秘失踪 鬼娃娃躺在封印的暗房 不过暗房有个被凿开的洞口 事后珍妮丝出现在一家孤儿院 被一对夫妇收养 珍妮丝也改了自己的名字 称自己叫安娜贝尔 这对夫妇还当场送给了珍妮丝 一个真的挺可爱的布娃娃 之后剧情就接到了安娜贝尔 这只布娃娃其实就是 现实中产生灵异事件的 那个恶灵娃娃 也是现实中沃伦夫妇 陈列时最热门的物品 所以一搞就是散布啊 影片结尾长大后的珍妮丝 带着邪教男友 在某夜杀了自己的养父母 而隔壁就正好住着安娜贝尔的女主 安娜贝尔其实先与二上映 所以二的结尾可以根据一的开头去设计 为何长大后的珍妮丝 突然返回养父母家中杀掉养父母 直接的原因就在于 隔壁家这对新婚夫妻约翰和米亚 重点是米亚 她是娃娃收集爱好者 因为自己怀孕 于是老公给她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墨尔娃娃 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安娜贝尔吗 也正因为如此 珍妮丝体内的恶灵被激活 跑回来杀了养父母后 再跑到他们的房子里 准备干掉约翰和米亚 好在米亚他们及时报警警察赶到 开枪干掉了珍妮丝的邪教老公 珍妮丝去到房间抱着安娜贝尔娃娃自杀了 如果是我或者任何人 看到如此诡异的举动 肯定事后要把这娃娃给扔了 可米亚偏不 依然把这娃娃养着 接下来可想而知 就是一系列的灵异事件老三件 比如电子产品突然半夜启动了 娃娃喜欢坐摇摇椅之类的 夫妻俩看着娃娃越看越不吉利 现在才知道不吉利啊 于是才把娃娃扔掉 之后米亚顺利生下了女儿 这时候他们才商量家里不正常想搬家 也是够后知后觉的 但是搬家后整理物品时 发现箱子里居然安娜贝尔娃娃在里面 米亚还觉得这是缘分啊 于是把这娃娃放在了C位也是可以的 接着又是闹鬼吓人三件套 这次他们开始找到了神父 米亚还单独找了自己好闺蜜老板娘 真巧老板娘特别喜欢研究灵异学 她认为有恶灵要找人的灵魂陷阱 而米亚的女儿最好下手 果然老板娘解释完一切都说通了 米亚的女儿接连险些遭遇不测 这时候娃娃也急了 直接呜呼起飞 拿命来 只要一条命就好 谁的命都可以 之后娃娃还附身到神父 准备打绝杀 米亚救女心切 那行吧自然倒霉准备跳楼自杀 献出生命给安娜贝尔娃娃 而这时正好被约翰救下 赶来的还有老板娘 这老板娘这是大好人啊 她之前女儿意外身亡 看着这可怜的一家子被恶灵缠身 行吧 那我就来成全你们一家三口吧 于是老板娘抱着娃娃跳了下去 六个月后 一位老奶奶在古董店居然买下了那可爱的墨尔娃娃 其实原住还有限时版的灵异不娃娃坐在那 老奶奶是为了送给自己的小护士女儿 这也连接到了招魂一的开头 墨尔娃娃辗转来到了沃尔伦夫妇的手里 安娜贝尔作为招魂宇宙的第二部作品 是紧接着招魂一制作的 和修女一样 招魂一开头墨尔娃娃惊恐一现 迅速带火了这娃娃 于是就有了安娜贝尔 当时还是叫招魂的衍生电影 但沃尔伦夫妇带起的热度 温子仁干脆和沃尔伦夫妇商议 把他们的灵异事件改编成一个恐怖宇宙岂不美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隆重介绍这部招魂宇宙的开山之作 招魂 啊终于来了 有多少恐怖片敢用真实事件改编这个字眼 前面说的三部都不敢用 因为真的是纯编的 但这一部招魂可是实打实的 这样温子仁在《死记》和潜伏系列后 再次用恐怖片稳住了在恐怖惊悚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故事的时间背景放在1971年 沃尔伦夫妇已经成为了灵异界的KOL人物 转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灵异事件 并用科学的态度给予回答和解释 这其中就有呈现上一部安娜贝尔的结尾 那老奶奶买了那可爱的安娜贝尔娃娃给护士女儿 结果接连遭遇怪事 这时候沃尔伦夫妇开始总结我前面说的灵异事件三件套 第一层是恶灵现身刷存在感 也就是所谓的闹鬼 比如电子产品突然打开了 物品移动之类的触及试探 第二层是精神压迫 让你确认恶灵本尊意图 并开始吞噬你的恐惧 摧毁你的意志 第三层就是开始附身达成目的 要么干掉你 要么控制你 下个后名叫佩伦夫人的就找到了沃尔伦夫妇 说他遇到了一个暴政能上热搜的怪事 事情要从佩伦一家七口人帮到一个大别野开始 对没错恐怖片一般都和大别野过不去 这大别野足以让佩伦家五个儿女封完一阵子 但结果刚搬进去就怪事连连 首先就是家的狗怎么都不愿进屋 第二天结果还死了 佩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腿上还莫名其妙多了瘀青 家里的钟也都停在了诡异的3点07分 而且佩伦陪孩子玩捉蜜藏的时候 恐怖片真的好爱捉蜜藏啊 佩伦蒙着眼睛居然听到了衣橱有呼吸声和掌声 但孩子却不在这个房间 晚上更绝 老三睡着觉被某个东西调皮的辣了一下 老三惊恐的叫醒叔叔在老二 让老二看看异动的门的后面 结果啥也没有 但有一股恶臭 接着就是更大的动静 楼梯的照片突然全部掉下来 玻璃碎掉 佩伦去地下室想要看个究竟 胆子真的太大了 用的是火柴 他背后突然有一双可爱的嫩手 啪啪鼓了下掌 问要不要玩捉蜜藏啊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其实已经用了很通俗的词汇 去描述这些怪异事件了 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些后怕的 这全是因为这些灵异事件编织的非常生活化 而那个恶灵始终一直保持着神秘躲在暗处 这也成为了招魂宇宙的一大法宝 恐惧来源于未知 当然这句话的出处并非来自于招魂宇宙 也不是异形系列 而是来自于克苏鲁文学体系的鼻祖 洛夫·克拉夫特 而温子人正好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这一方法 用观众介于上帝视角和主角视角的第三视角 参与到了影片的剧情场景中去 把一些捉迷藏浪或艺人独自在暗处 这种恐怖片的老套路玩出了新花样 代入感极强 相信大家也缓过来了 我们继续 佩伦认为自家的房子确实闹鬼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他去请沃伦夫妇 但沃伦夫妇并非抓鬼大师 而是坚持说自己只是灵异调查者 他们只要证实那里有恶灵 就会通报梵蒂冈 然后会由神父来驱谋 这条产业链也是真的很完善了 于是沃伦夫妇去到了那种大别野 卡罗林天生阴阳眼 很快察觉到了有非常多的恶灵 最强悍的就是房子前面那棵树 有人用脖子挡过鞦韆 原来这房子最早的女主人 就是信奉撒旦的女巫 她把刚出生的七天的孩子献祭了 然后自己在三点零七分在树上挡了鞦韆 临走前女巫还吓了诅咒 此后每一户住进房子的人都为恶灵缠身 接下来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证据了 华伦夫妇在每个房间放了录像机 这恶灵也是聪明 躲着录像机去调戏卡罗林 不过之后还是被抓到了证据 老四的梦柔打开了一格板暗房 从而被卡罗林发现了那音乐盒 诶这不是六边 于是卡罗林通过六边形音乐盒 又看到了一宗被女巫逼着母亲虐杀孩子的悲剧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佩伦睡觉被附体 老二也被揪着头发拖地板 证据已经很足了 开始走申报凡帝纲曲抹流程 结果因为佩伦一家不是教徒 拖延了审核也是没谁了 佩伦一家人也搬了出去 但还记得佩伦被附身了吗 之后他偷偷把老四老五给带回了大别野 身上有着恶臭 等到沃伦夫妇赶到的时候 佩伦已经毒性攻心 要用刺刀杀死老四献祭 而老五不见踪影 附身的佩伦力气异常强大 而且面容日趋可爱 感觉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意识 这时候沃伦夫妇也没法等到凡帝纲神父来驱魔了 他们自己临时变身了驱魔CP 和恶伦正面硬杠 显扬沃伦夫妇第一次还是太生疏 恶伦也直接来个胡扶起飞 想要挣脱 这时众人也发现了藏起来的老五 佩伦拿着大剪刀就要跑过去 众人赶忙跟上去就在那最关键的一刻 卡罗林按住佩伦的头 大声喊着佩伦你真的要刺刺你心爱的孩子吗 你还记得那年夏天 你们一家人在大明湖畔游玩的美好时光吗 也正是那短短几句话 一下子就触动了佩伦内心深处的亲情火种 把佩伦的意识彻底唤醒 佩伦一口鲜血突出 成功获救 母爱的伟大 2013年招魂的上映 让一直以惊吓为卖点的恐怖片再次出圈 让大家热烈讨论并赋予了多层的解读 直到2017年另一部更出圈的奥斯卡级别的逃出绝命证 才让恐怖片再更上一层楼 招魂我认为最大的共情点在于 回归到爱并非驱魔的玄学 真正让佩伦灵魂回归战胜恶灵的 是对孩子的爱 而且影片有强调 佩伦一家人没有宗教信仰 孩子没受过洗礼 佩伦一家人也不是教会的人 这一细节更扩大了爱 是可以超越宗教和神力 战胜恶灵的 而温此人因为有了前面多部恐怖惊悚片的练习 在直到招魂时 恐惧气氛的把握和调度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级别 再加上真实事件作为噱头 更让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讨论 以及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从此招魂宇宙也在2013年 这部电影上映后成功立了起来 安娜贝尔三部曲的第三部 不客气的说是很敷衍的一部作品了 靠着沃伦夫妇的人气赚了个客串 然后全程剧情就交给了沃伦夫妇的女儿达理 个人认为这是安娜贝尔系列最差的一部 如果说安娜贝尔系列是招魂的衍生电影 那么安娜贝尔回家则更像是安娜贝尔系列的衍生 双重衍生 除了那出名的灵异博物馆 基本就没什么噱头了 那么接下来就简单给大家过一遍就好 不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 故事在安娜贝尔娃娃到处捣乱后 被沃伦夫妇接走 通过请神父把娃娃镇住 锁在玻璃柜里 我想说还正是博物馆理念啊 你用密不透风的保险柜不行吗 之后沃伦夫妇还贴上了次第无银三百两 而不是贴上了千万不要打开的字条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平静的一年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朱迪 朱迪遗传了母亲的超能力 也是营养眼 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或恶灵 在某日沃伦夫妇要去接商单调查灵异事件 便找来了学生保姆玛丽 玛丽有位好闺蜜丹尼拉 她特别好奇沃伦夫妇地下室的灵异博物馆 总是想一窥究竟 这次终于逮到机会 便悄悄想办法进去 原来丹尼拉是因为此前意外父亲身亡 让她内疚不已 所以想看看是否能借用这些灵物 去召唤父亲的灵魂 果然丹尼拉经不起娃娃的诱惑 因为真的太Q了 就拿出来把玩 激活了作死被鬼玩的剧情线 接下来当然就是怪事连连 这次娃娃的最大功能 就是可以召唤出其他的恶灵 并制造更多的幻象或者索命陷阱 比如在安娜贝尔诞生中意外身亡的小女孩 还有又是安娜贝尔娃娃坐在摇椅上 我在想如果家里没有摇椅娃娃坐哪 然后又是传字条 这次不是找我了 而是想我吗 这时还有一位暗恋玛丽的小哥也过来凑热闹 彻底组成了小鬼当家恐怖版 和安娜贝尔恶灵斗志斗勇 最后把恶灵重新锁回了玻璃柜 这次安娜贝尔诞生的剧情 类似于打开潘多拉河 然后挑战各种刺激恐怖冒险 恶灵还是和以前一样 想要索命他人性命吸取灵魂 这种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现在用第三次 显然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多少新鲜感 在惊吓程度上用幻象制造出来的大场面 反而削减了恐惧的原始性 变成了一部惊悚片而非恐怖片 尤其是恶灵现身那一瞬间 你知道有时候看到恶灵的真面目 反而变得没那么恐惧了 哭泣女人的诅咒可以说是 完全游离在召魂宇宙外的一部衍生电影 几婚和沃伦夫妇也站不到边 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范外 影片的灵感来自于墨西哥的一个传说故事 该传说讲述的是1673年 当地有一位最美丽的女子和一位军官坠入爱河 两人结婚后生了两个娃 但不久军官移情别恋 女人伤心欲绝并想要报复 女子的报复方式居然是溺死军官的两个儿子 但这两个儿子不也是你的娃吗 意识到这点的女子哭泣悲痛欲绝 也自尽而亡 从那以后女子的亡魂就不断需要吞噬儿童来慰藉自己的空虚 影片主角米娜也正经历这样的事情 她是儿童保护中心的员工 某日接到任务去一个母亲家调查 结果发现该女子神叨叨家中摆满了宗教物件 还发现她把自己的小孩锁在了衣橱里 孩子身上还带着烫伤 只因为嗅觉让米娜觉得这是一起家暴行为 结果第二天两男孩还被溺死了 而那母亲却口口声声说是米娜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不久哭泣女人恶灵也找上了米娜的两个孩子 并开始三番五次作妖 想要把孩子带走 孩子手上的烫伤和之前调查那母亲的虐童事件一样 于是米娜去找了那位被拘留的母亲 母亲这才说这就是她的报复 她让哭泣女人去找米娜的孩子 接着事情当然是越来越离谱 孩子洗个澡都差点被溺死 米娜只能去请神父 按照招魂宇宙的流程 驱魔是要审批排队的 这也滋生了不少第三方驱魔服务商 神父随即介绍了一位给米娜 于是米娜却请了那位墨西哥的巫师 巫师基本按照此前开头母亲那套驱魔流程做了个法 然后同样把米娜孩子安排到了衣橱里 决战boss的时刻到了 此前那位母亲因为缺乏杀自己孩子的证据被释放 她还跑过来助了哭泣女人以臂之力 弄伤了巫师 要把米娜孩子拿出来献祭 不过最后母亲也是良心发现了 放了米娜出来 米娜拿着十字架刺穿了哭泣女人的心脏 解救了自己的孩子 总的来说 哭泣女人的诅咒又是一部过于简单粗暴直给的恐怖片 一上来就是诅咒啊 索命啊 平白无辜 主角倒霉要遇到恶灵 这虽然是恐怖片的传统设定 但剧情的编织也跟着传统 影片恐惧气氛也营造的一般 一惊一乍的戏份也不少 感觉一直都是在做任务打怪 如果关注召魂宇宙的话 其实这一部是最没存在感的了 啊没错 又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电影 不过这次玩得更魔幻了 影片一上来 沃伦夫妇觉得科学的办法 调查灵异事件已经过时了 卡罗林既然有阴阳眼的超能力 干嘛不直接用起来呢 于是就在调查一起凶杀案中 直接挽起了通灵 卡罗林还原了此前发生的凶案 凶手男主人声称是被恶灵驱使杀了全家 而卡罗林还原现场又确实看到了一张长相极为甜美的修女 这简直就是马列曼森下岗在就业有没有 修女的美貌也把身经百战的卡罗林美哭到不能自已 此时主线剧情正式开始 英格兰的佩吉家庭兴高采烈搬到的不是大别野 但也算是一个小别野 两个女儿睡一间房 当晚小女儿睡觉半夜醒来 就发现自己睡到了一楼的客厅里去了 这剪辑犀利亚直接跳窃 大女儿在睡觉就听到了有力的敲门声 以为是妹妹恶作剧 但后来才发现妹妹睡意朦胧的走了上来 第二天怪事继续 小女儿梦游坐起来感觉和某人唠嗑 吓得大女儿开着能睡觉 小儿子的房间帐篷半夜也有动静刺激 接着就是现心了 小女儿某日坐在沙发看电视 但感觉房间有人和她抢电视换台 之后吓得小女儿赶紧关电视 结果发现了旧沙发有个糟老头子 这把小女儿吓得可不轻啊 小女儿未来让自己不要继续梦游 用绳索绑住自己睡觉 但结果还是睡到了床下 楼下的旧沙发开始摇晃起来 原来这沙发设计依然是摇椅啊 恐怖变三大法则 摇椅装米堂好奇心 接着女儿的床开启了 全自动按摩功能不断抖动 小女儿的肩膀还有一口牙印 佩琪母亲赶紧报警 警察当然不信这种鬼话了 恶灵来不及解释了 大家赶快上车吧 直接在警察面前移动了椅子 看来警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啊 只能请出教会的人来调查这起灵异事件 教会儿记者很快闻声赶来 这时候鬼魂还很配合 附身小女儿并侃侃而谈 原来她是之前这房子的主人老伯 当时她就是躺在旧沙发上脑浴血挂掉的 小女儿说起老伯的死亡方式完全对应上事实了 教会的人也有点怂了 只能请出沃伦夫妇来调查 不过沃伦夫妇这边也不好过 自从上次遇见修女后 艾德也开始作画把修女甜美的模样给画了出来 之后修女不断骚扰卡罗琳 并让卡罗琳产生艾德被杀死的场景 还短暂附身到卡罗琳体内 温伦夫妇去到那 开始和鬼魂进行谈判 这件事也吸引了很多媒体朋友过来捕风捉影 很快怪事又发生了 小女儿继续睡觉用绳索绑住自己 结果醒来发现自己进到了此前闹鬼的房间 房间还是从外面已经锁上的 接着就是小女儿被卡在水管槽里 身体扭曲痛苦不甘 唉我只想睡个号觉怎么就这么难啊 但这时反转来了 大家从录像机拍到的画面来看 房子的物件被砸得支离破碎 这并不是物件自己飞起 而是小女儿自己扔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我炒作 自己给自己加戏 看到这一切媒体朋友马上全撤 沃伦夫妇也准备离开 但这时反转已有来了 他们用之前的录音一起播放 结果清晰的听到老伯的声音 救救我啊他不放我走 这时卡罗琳阴阳眼超能力也启动 原来这一切就是修女搞的鬼 他让老伯故意整垮佩奇一家 好直接索取小女儿的灵魂 卡罗琳也从中知道修女背后真正的恶灵的名字 他叫 我们就叫他恶灵吧 于是沃伦夫妇赶紧赶回去救小女儿 Boss大战中 佩奇姐妹俩又又又又无福起飞 佩奇赶忙把孩子先带走 再回去救小女儿 但小女儿已经毒火攻心 准备被献祭 好在爱得千钧一发之际抓住小女儿 这是卡罗琳喊出了修女背后恶灵的名字 然后念下封印咒语 终于把恶灵打退 招魂啊延续了温子仁把家庭中的一些琐事夸张化 然后转变成让人产生恐惧的行为 比如梦游啊 遥控器 不知所踪啊 楼上的声响等等 而在这一步中 温子仁还加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戏份 调节了整部电影的观影情绪 给观众获得了一种更新鲜的恐怖片体验 虽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警察到家的那场戏 警察原本不相信 但鬼魂立马现身说法 移动已知 下个画面 警察会拍起他们神色慌张的走出闹鬼的房子 当时我在影院看的时候 大家都笑作一团 而作为恐怖片招魂的阿温子仁 也很好利用了先入为主的观影方式 把一些原本其实没打算制造恐怖的场景 刻意营造了恐怖 比如沃隆夫妇吃早餐聊天那场戏 他们的女儿突然悄无声息的披头散发走入画面 当时我在影院观众的吓得尖叫声四起 但其实这真的就是他们的女儿 并不是卡罗林阴阳眼又看到了什么 影片这样的处理方式还有很多 虽然影片最后打boss的手法有些传统 但招魂阿依然还是一部难得品质优良的恐怖佳作 好招魂宇宙目前八部电影都给大家梳理解说了一遍 很快招魂3就要来了 目前口碑已经解禁 看口碑感觉还不错 虽然温子仁不知道 但估计还是会比其他兼制的电影要上心一些吧 毕竟这是正统招魂的第三部电影 目前预告片给的信息很少 但渲染的恐怖气氛依然很足 不知道这次在吓人的指数和创意上 又会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如果看了这期大系列招魂宇宙 对接下来的招魂3感兴趣 或者其实一直有关注招魂3的话 别忘了持续关注大从看电影 等招魂3上映后 我会第一时间做点评解析 如果觉得这期系列做的还行 有吓到你但没有吓到你 还请点个赞支持下 感谢感恩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原创最大的动力 我是大葱 那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